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這邊跟大家聊天 今天我們來聊一款當年的車子 今天我們來跟各位聊聊Volvo的4系列 好的各位一定很好奇 我們在聊老車的時候都會說 我們來跟各位聊一款當年經典的車款 為什麼我們今天的標題沒有說經典呢 你聽完這集節目你再來判定一下 Volvo4系列到底算不算一台經典車吧 我相信各位對Volvo4系列應該感到有點陌生 因為我們一般提到4系列 各位第一個想到什麼BMW BMW的雙版的3系列在後來改名叫4系列 第二個你可能會想到什麼 想到Rover的4系列 那為什麼你不會想到Volvo的4系列呢 因為這個車的聲量尤其在亞洲地區 真的沒有前面兩款來的高 甚至它的存在感也相對的薄弱 我相信也很多人早就忘了這個車 因為這個車實至經典在路上看到 我覺得是不大可能 在這個亞洲地區 在美國可能在歐洲還有一點點 但在亞洲我大概兩年才會看到一台吧 這個車子真的 當年就沒有賣得很好 然後聲量也不高 現在時事件也沒什麼人在玩 那麼4系列這個車子 各位是否還有印象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車子呢 我們來帶各位複習一下 其實Volvo真正第一台自己開發的前驅車 並不是3系列或4系列 而是8系列 3系列跟4系列這個車怎麼來的呢 很簡單 它更早期叫做什麼 叫做66 66這個名稱在Volvo的車系裡面存在的非常的短 為什麼呢 因為 它並不是一款更正苗紅的Volvo 之所以會有66這個名稱 各位也發現 這跟Volvo當年的命名的方式不大一樣 Volvo早期就是所謂的Amazon P1800 然後後來到了144 164 怎麼會出現一個66呢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是SARBA SARBA最早是什麼 92 96 99 這些名稱 66這個車子是Volvo當年他併購了 DAF這個車廠 是哪個DAF 就是DAF 那個DAF 各位覺得 DAF不在做卡車嗎 Volvo去併購他的卡車嗎 這當然不是的 各位要有個認知 我們看到 比方說Mercedes Benz Volvo 雷諾 這些汽車的品牌 他們也有做卡車 可是汽車跟卡車的部門是完全獨立的 完全一點觀點都沒有 比方說 比方說像三菱的 Mitsubishi跟Mitsubishi Fuso 已經是兩間公司 Mitsubishi Fuso早就被 Demmler Benz 給合併下來 被Demmler AG 應該不是Demmler Benz Demmler AG 把它給買下來了 相對的 DAF的轎車部門跟卡車部門也都是分開了 Volvo在當年他買的是 DAF的轎車部門 那為什麼 Volvo要買那個轎車部門呢 我在猜啦 應該也是為了拓展市場的需求 而且那時候 DAF虧損連連 所以他想說我就逢低買進 那 DAF66呢 一開始 他就變成所謂的 Volvo66 可是 Volvo也覺得 這個車的設計不盡理想 所以很快呢 Volvo就針對DAF66推出了一個改型 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Volvo的3系列 那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4系列呢 就是從3系列這邊 一路這樣衍生過來的車型 那各位回想一下 4系列他的車系分成 什麼車型呢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我們來跟各位複習一下 4系列他有所謂的440 還有所謂的460 那為什麼有所謂的440跟460 因為很簡單 以前的3系列就有分所謂的340跟360 顧名思義啦 這個340跟360 它是等級上的差別 不是像Volvo740跟760 一個是4缸 一個是6缸 不是 3系列跟4系列基本上都只有4缸引擎而已 但是他的後面的40跟60 是他等級上的區別 那因為3系列有所謂的340跟360 所以4系列有所謂的440跟460 然後呢 4系列還有一個叫做480 480這個東西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你有沒有聽過所謂的780 780當然不是8缸 780就是7系列的雙門 以前在2系列叫做262 到了7系列改名叫780 480也是因襲這個傳統 把他雙門的跑車變成 80結尾的這個系列 而且很好玩的是 4系列我們剛剛講有三款車子 440、460跟480 480反而是最早推出來的 跟其他像2系列的262 都最晚推出了 7系列的780也是最晚推出了 結果4系列的480反而是最早推出來的 那關於480的故事呢 我們在這一集的節目的後面會跟大家講 我們還是按照這個 車系的大小來跟各位聊 其實440這個車子 早在1980年就已經有概念車出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Volvo覺得 我 從Dev弄過來的Dev66 變成Volvo66 我推出了3系列 總覺得好像這個掉掉 跟我Volvo不大一樣 所以Volvo希望說 我是不是趕快來推出一個 真正比較道地的Volvo的車子呢 畢竟各位去看 其實3系列的外觀 還是跟典型當時的Volvo7系列 2系列還是差很多 他希望呢 我們可不可以推出一個更有家族化的一個面貌 更有家族化一些配備的一個車子 所以在1980年呢 當時就跟瑞典原廠 還有荷蘭的Dev的併購過來的工廠 以及義大利汽車設計師共同開發了 4系列的概念車 結果呢開發到一半也不是很順遂 就是義大利工作室首先退出來 那這個開發案就開始停滯了 那為了要補足義大利工作室的這邊的不足呢 所以後來又找了一個英國的國際汽車設計師 IAD來進行協助 那最後呢原廠採用的是 Dev工廠的荷蘭工廠這邊的提案 並且為了要節省開發成本呢 所以4系列他的引擎是從雷諾過來的 這顆就是雷諾很著名的1.7的引擎 並且呢他的氣缸頭禁排氣燃料系統 據說是破血來協助調教 甚至據說他的懸吊是蓮花調教 哇等於是一個八國聯軍啊 大家集各家之長 那這個車子的開發的時間拖了很長 我們剛剛講 1980年就已經有概念車了 表示他在1980年之前就已經開始開發了 但是呢4系列是一直到1988年的 巴黎車產才展出來 各位很好奇 哇那這個車是不是10年磨一劍呢 並不是這個原因非常簡單 為什麼 因為Volvo沒錢 你研究過Volvo的這個歷史就會發現 Volvo真正意義上 他的2系列的大改型不是7系列 7系列只是2系列小改 9系列只是2系列小改 對不起 9系列只是7系列小改 所以你也可以把他理解成是2系列小改 近年Volvo真正自己 憑一己之力把它改出來的東西 是Volvo的8系列 但是呢Volvo他畢竟不是一個 全球化的一個大規模的生產工廠 所以以他的營業額來講 他要去開發一台 叢林開發一台車子 對他來講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那Volvo當時80代就把寶全部壓在8系列 所以當8系列開發到後期的時候 其實Volvo資金已經不大夠了 相對的他就壓縮到4系列開發 甚至到後來演變成Volvo被福特併購 還有就是所謂的7系列本來要大改成9系列 就變成是小改款 為什麼因為一樣是沒錢 所以呢4系列其實 Volvo本來是不大想要去研發 但是想說反正都已經研發到這個程度 就慢慢弄慢慢弄 一路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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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了10年左右 才真的把這個車給弄出來 而且呢Volvo也很好玩 因為他覺得其實3系列還是一個廉價的入門車型 所以當Volvo440發表的時候 3系列還是繼續賣 甚至3系列一直賣到1991年 460都出來的時候3系列還是在賣 相當的有意思 那440跟460呢除了級別不同 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440一開始出來的時候他是五門的先輩 真正的三箱四門的轎車是所謂的460 那他的這個外型當然比3系列更加的流暢一些 3系列還是方方正正的 4系列比較流線一些 當然沒有像480這麼的流暢 那他的風阻係數呢是0.34 而且呢他的底盤基礎就是稍早之前發表的480的coupe 那引擎呢這個懸吊各項結構也跟480coupe差不多啦 那他的這個車型呢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雷諾的1.7的引擎 分成化油跟噴射 那後來還追加了涡輪增加版本 只是他這個涡輪增加版本我們覺得蠻好玩的 他基本款的化油版本呢輸出是89匹馬力 那麼噴射的版本呢是107匹馬力 那麼涡輪增加版本是118匹馬力 也就是說呢他的涡輪只增加了11匹馬力 所以他並不是很著重於性能方面的提升 那麼440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只有手排沒有自排 自排要等到460出來才有 那還有就是VOVO標榜說呢這個車子他有鍍心處理 所以他的防袖呢有所謂的防袖保固 那還有他關於安全性上面呢也有一些VOVO特殊的堅持 比方說他的備胎在行李箱裡面是 採用有點邪度的擺放的方式 他是說呢為了避免後面追撞的時候整個備胎噴進去座艙裡面呢造成人員的傷害 我真的覺得VOVO想多了基本上如果你後面的撞擊如果撞這麼大力的話 我看後面的成員呢不是被備胎給打到也會被後面的車給撞到 那當然他為了要確保他的這個行李箱的空間 所以呢他有做四六分離的後座的座椅而且他行李箱開口很低 但是呢有人在批評啊 雖然他的後座有四六分離呢 這個算是便利性蠻高了 不過當年有外國的媒體說了他的後座安全在設計不良 甚至他沒辦法完整的固定當時的二重安全座椅 而且呢他的人體工學也是怪怪的 至於是不是這樣呢因為我沒有做過四系的後座所以我無法置評啊 但是他的配備還算是不錯他配備了這個中控鎖 轉速表還有暖氣的系統 並且呢這個噴射的車型都有標配動力方向盤 那烏輪增壓車型當然他配備就更好啦 他有所謂的ABS鋁圈 維翼 筒型座椅 電壓表 增壓表 機油壓力表 還有網格型的水箱罩 並且呢烏輪增壓車型為了要確保他的性能的發揮了 所以他車身比一般版降低了3公分 好這是我們跟各位簡單講一下四系列剛發表情況 至於台灣這邊呢 台灣這邊呢 在第一時間並沒有引進 是大概晚了一年之後才引進了440GL 但是台灣的規格很奇怪 台灣的440GL再來說他是一個入門 等級的車子不過配備算不錯 有三胸音響前天東窗中控冷暖氣但是他卻沒有動力方向盤 然後呢他是噴射的系統因為當時台灣的法規呢已經全面5000汽油化了 可是他這顆引擎的噴射呢他的輸出比海外版的大概少了10匹 台規版的只有97匹馬力 據說是因為台灣的這個 含氧感知器還有廢氣排放的調教是不大一樣 那另外一個台灣特殊的配備是 台灣標配的唯一 唯一在海外呢是440烏輪增壓的版本才有的東西 台規油 可是呢這一批賣的不怎麼樣 這批售價是82萬 看起來是不貴啊 不過當時因為240還在賣 240的售價呢並沒有多到哪裡去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我幹嘛用通道價錢買一個這麼小的Volvo的車子呢 我不如用花多一點的錢買一個典型的ray典坦克是不是 所以440在台灣賣的不是很順 引進一段時間之後就停止引進了 到後面呢才用460把它補起來 好的那講到460呢 460又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460我們剛剛講它就是440比較高級的版本 而且它是所謂四門的轎車版本 並不能單純說 460就是440的三箱四門轎車 不對 460的配備比440好很多 460呢是在1990年的2月發表的 那麼在1990年在歐洲正式上市 那原廠呢它聲稱 460 440跟480這三款車是三款不同的團隊開發的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出這三款車 相當濃厚的血緣關係 460的車長比440多了10公分 但是軸距不變 而且很妙的是什麼 它四個車門還有尾燈都跟440共用 各位覺得這不是很正常嗎 就五門先輩的跟這個四門轎車的車門共用 各位 它連後門都共用 所以呢這個車子開發成本是相當的低 一般來說先輩的車型因為它後面這個屁股的造型比較流暢一些 通常它後門是跟四門的不共用 但是460跟440的後門是共用的 但是呢因為460它的後面沒有那麼的流暢的關係 所以它風阻係數比440來的高一點 它是0.36 而且呢在這個時候 三系列繼續生產 繼續當一個Volvo的入門級的一個車款 那你說那到底460高級在哪裡很簡單 460它全車系就已經標配了直撲度隔水箱罩 這個東西在440是完全沒有的 而且呢它終於出現了自排這個等級 那它的等級呢分成G-L、G-OE跟Turbo 那Turbo呢一樣是配備最好的有銅椅啦有這個ABS 但是其他兩款車都可以選配ABS 只是比較有意思的是 460這個時候它的引擎還是沒有變 依然是雷諾的1.7 那一樣是分成化油、噴射跟渦輪增壓的版本 輸出呢跟440當時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基本上在外觀上來講 460跟440白在一起你會覺得真的 460看起來高級很多就是多了那個直撲度隔水箱罩 其他東西呢一開始是跟440是沒有差別的 那台灣這邊呢一開始也是沒有引進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剛剛講 440它賣的其實不是很好 所以台灣整個在觀望 這時候就給水貨商 平均輸入商來了一個機會 平均輸入商第一年就率先引進了460 手排的版本 1.7的手排的版本 而且把售價壓在79萬5 據說賣的還行啦 也沒有說特別的好就是有一定的銷量就是了 那代理商呢是隔到一年之後呢才正式引進了 460GL這個車型 而且呢只有引進了世速自排 那麼售價是827萬 但他有標榜說如果你在當年的1993年農曆年前呢 你買的話可以降價4萬塊錢 那那個時候呢為什麼代理商要 拖到這個時候才引進呢 因為很簡單 那時候 240終於停產了 終於停售了 所以460變成了 當時在台灣唯一百萬之內你可以買到Volvo的車型 不會再被240 往內互打了 那這一批車的配備呢 還好啦 我只能說沒有像當初的440這麼好 還好 比方說他沒有鋁圈 他鋁圈要選配了 然後呢他有四疊加ABS 有這個前座的 自動緊縮安全帶 然後呢他的ABS呢已經配到跟850同樣等級了 850的ABS很好玩 他的車子一發動的時候他會自我檢查一下 然後時速30公里以上的時候他會再 一下會再自我檢查一下 所以呢如果你開過850就知道 像我自己以前開的850 他的這個時速到了30公里的時候ABS燈就會亮 因為他覺得你的ABS異常 這是850的通病 那460有沒有這個通病呢 我就不大清楚 但是他的設計跟850是一樣的 到時速30公里之後會再度檢查 然後呢他一開始他的手道箱有兩層的結構 因為他並沒有雙鞍的氣囊 其他的配備呢 還有就是多了一個頭燈的噴水 這也是一個外觀上跟四十斤更明顯的不同 那麼460呢 在台灣呢雖然是1993年才引進的 不過呢1993年底 還會就推出了小改的版本 小改完之後 460的質感跟440 完全已經脫胎換骨了 440跟460一開始的時候 460的車頭車尾 基本上就只插了 撲杜戈水上罩 還有就是他是三箱四門的轎車 但到了93年底的小改的時候呢 460變成是850的車頭跟水上罩 尾燈也幾乎是長得跟850一模一樣 所以呢你 乍看之下你不太容易分辨 分辨460的後期跟850的車頭不大容易分辨 只是460它還是比較斜一點850還是比較方針一點 另外是他車頭取消了頭燈噴水改成是燈刷 所以看起來就更像850了 至於他內裝方面呢他中路台沒有改了 他冷氣的撥桿呢 從原本的撥桿改成是旋鈕式的 看起來比較高級 還有一個東西終於改了 前期的440也好 460也好 他的電動窗開關跟電動後進的開關都在手下車的後面 其實操作起來不太方便 那在後期的時候終於改到駕駛座的門板這邊去 車內的門板以及座椅的材質呢都有相當的變化了 改善的質感相當的不錯 那還有就是他安全性上面他新增的SIPPS Side Impact Protection System 就是 Volvo標榜的側面安全防護的結構 還有就是他換了R134新型的冷煤 原廠標榜說呢 4系列他可以在30秒之內把車內空氣全部循環一輪 那台灣呢是1994年才引進這個小改版本的460GLE 一樣是引進的是四速自排售價是89萬 那這個時候呢他標榜說他的引擎雖然動力不變 但是他的引擎監理系統已經有改善了 那麼變速箱呢也改成液壓機械鎖定 那配備呢跟前期的460差不多啊 一樣都有所謂的電動後置鏡啊電動天窗啊四門電動窗這些東西啊 我們這樣看了一下是沒有增加些什麼東西啊 那麼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在460小改推出來之後 到他準備要被 這個S40取代的時候默批有一批精裝車啦 售價88萬啊有皮椅啊有氣囊啊而且他是限量工藝的啊 這一批呢順利的讓四系列出新完畢 讓所謂的S40順利的上市 好這是我們跟各位講到460 那至於呢四系列雙門跑車480又是怎麼樣的故事呢 好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呢我們簡單跟各位帶過 480這個車子其實是四系列最早發表車他在1986年就發表了 而且他的外觀呢讓人家非常的驚艷 因為他的外觀是司法當年Volvo的跑車 P1800ES把它做得非常的流暢非常的現代化 所以他是有核眼式頭燈的一個車型 也算是Volvo有史以來唯一有核眼式跳燈的一個車型 那他的底盤代號呢最早開發代號是 E12而且他聲稱呢他是從1980年就是我們講的4系列概念車一直開發 開發到這時候呢也開發了好一段時間 那麼他的風阻係數非常的不錯是當時Volvo風阻係數最低的只有0.34 各位你去看喔當時那方方正的Volvo 7系列那個風阻係數非常高的0.4多的喔 那麼他的車身呢是有鍍芯的所以他標榜還有8年的防鏽 引擎呢一樣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所謂雷諾1.7的引擎 四速自排變速箱則是源自於ZF的 那原廠呢聲稱480他是四人座的座車 不過呢海外媒體是說他後座真的是不是很大 那他配備也算不錯有中控有電動窗 甚至還有一個會自動計算油耗的一個電子顯示幕這在當時算是蠻先進的東西喔 那480這個車子主要的市場是北美的市場 因為當年的P1800ES呢其實他的北美的銷路也相當不錯 所以呢這款車算是為了北美的審美觀去設計這台車子喔 那台灣這邊呢當年啊我記得代理商是沒有正式引進的 台灣當年只有一些水貨商賣 而且呢更重要的是這批車子其實賣的也沒有說很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到跑車你絕對不會跟Volvo產生聯想 你想到Volvo絕對不會想到跑車嘛 就跟Infinity在這幾年為什麼在亞洲市場賣不能開呢 因為你想要到操控你不會想到日本車啊 你不會想到Nissan你不會想到Infinity啊 你會想到說我要操控我去買BMW我去買 Volkswagen Audi啊對不對 所以他的品牌的設定跟他產品的設定呢有一些落差 所以在亞洲地區呢470其實賣的 480沒有賣的很好 好的那這就是我們簡單跟各位講 440 460跟480這三款車的一個簡單的演變 各位一定很好奇那我們一開始開頭跟各位講 為什麼我沒有冠上這個4系列是個經典的作品呢 因為4系列這個車他有個很大的問題在於說 他的毛病真的是很多啊 比起850我覺得850算是Volvo小毛病很多的車子 像以前我們在玩940 960那車真的是沒什麼問題啊 真的是順順的開而且零件很好取得 8系列他的環保材質就很多了那很多東西都會壞 4系列他可以壞的東西又更多了 我身邊曾經有遇過買4系列新車人也是抱怨連連啊 所以呢為什麼4系列這個車子第一個沒有人玩 第二個你現在路上看到能力度非常低呢 因為這個車品質真的沒有很好 他畢竟還是一路從DEF66一路這樣演化過來的車子 Volvo對於這種小車的開發能力真的沒有算很強 包括後面的S40呢 也是跟三菱一起合作開發的啦 後面的S40 S60呢 就是跟福特集團合作開發的 Volvo他向來擅長的還是所謂的7系列9系列這種 大型的後驅車開發的真的是不錯 所以4系列為什麼 我不會把它冠上一個經典的作品呢 因為這個車子我不是很推薦各位去玩啦 當然如果你想要再體驗一下 Volvo這個3系列4系列到底做到什麼程度呢 那你真的知道有點心理準備啦 當然4系列的好處是 尤其是後期的460 它的外觀就是一個縮小版的暴凌 外觀相當的氣派 至於零件後群的通路呢 各位就要商點腦筋囉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節目的跟大家聊聊 Volvo4系列它的發展 以及它的演變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節目 我是Celcio 我們下午再聊囉 拜拜